大家好 我是摩洛哥华侨小杨 上集我说到了这个李一方 关于被北京这个行政拘留的这个处罚结果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如果不涉及强迫未成年人的等行为吧 一般不会认定为犯罪 也就是咱们说的拘留 处罚的方式还有一个罚款 我估计对他来说罚款根据就不叫事 拘留个十天左右呢 本来呢他的小鲜肉也不想胖 估计伙食也好不了脑去 这对李一方来说本身来说是件小事 但是呢我要说的 他的演艺事业彻底宣布终结 这可是绝对的大事情 这辈子估计棒打算在出现在羊目上了 至少在中国中国香港澳门在可见的未来台湾 因为我们准备收复我们的自己的领土小岛 这种情况呢估计他就没有希望了 也许呢他移民移民到欧美吧 去等那儿跟那些零元购们去比赛演的怎么样 估计也没戏啊 他这种货色啥也不会 你看他跳那舞 再说出那话一点尝刺感都没有 跟那些老戏股啊 这真比差远了 所以从这角来说呢 我估计以后啊 不管是做演员呢 投资他也不会啊 编剧也没戏 他彻底和这圈子就是 再见了 回去啊 种地吧 其实种地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他们在四川嘛 是吧 回自己老家 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就是求偿问题 谁求偿啊 比如亲朋好友那帮说的 那个有些主要是他的一些投资方 以及他做的广告 你像上半年出现一个邓伦逃税 偷税案 这个邓伦呢也是个小鲜肉 一个流量明星 在国家三令五身 要求主动申报自己的财务状况的时候呢 他呢 哎 依然不听 依然存在的侥幸心理 后来呢 怎么样 被抓住了 他呢 也与这个圈子绝缘了 他一共代言了二十多个品牌 这二十多个品牌呢 据说 总的代言费两亿 我估计光违约金就得五千万 后来自己呀 出现了这个违法犯罪行为 朋友们不光代言费被人家全部收回去了 还赔偿了人家五千多万的委员机 我估计啊 这个李一峰啊 也是这么回事 现在李一峰的代言费 估计也得一二十个 现在呢 据说这个事爆出来之后呢 那个网上当日就拍视频啊 和他解约 估计这是第一步 我们可以拿计算计来算一算 究竟他得赔多少 我估计又是一个天文数字 之前呢 像吴亦凡呢 邓伦呢 包括李云迪也做过一些广告 估计呀 这些商家都急红严了 对吧 要他们把钱赔回来 人家不是说 在合同给你签了多少时间 就给你多少钱 有一个这个签署当中 你说是霸王条款还是什么的 在中国就这样就是有一个道德条款 哎 那个这个顾名思义 就是你在这个代言当中啊 出现个人私得的问题 遭受了这个整个这个社会舆论的公开 踏罚或者有违法行为 被公安机关起诉判刑的 不好意思 你这等于触犯了我们这个咱们合同条款 那么你的代言费你的代言费可能我要收回去 而且还要赔偿委员金 这是之前出过的啊 以前呢 那些店铺啊 不说话 等你出了这个事 哎 他们巴不得这样的哎 以前的代言呢 该赚的钱都赚了 然后呢 再利用你这次 那个出这种事情 然后呢 再和你一切割 又可以收获一批这个那个消费者的好感 然后呢 还要你赔的委员金 你说说 说完了 这些人呢 小小兄们 其实你像李一峰 生活在这个四川 四川的经济条件怎么样 哎 理解就好 好容易 现在赚到钱了 35了 你想想 他为什么没有很早结婚呢 当然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演艺世界的发展 不好结婚 其实女的多 男的不存在这个 哎 对吧 刘德华也很早结婚了 谁知道 是不是 不说就完了 你结婚没有问题 是不是 哎 你不像女的 你一结婚肚子大了 拍不了戏了 是吧 哎 你像你完全可以很想结婚 为什么 其实很原因很简单 像这种小鲜肉 奶油小生 高富帅 很难找到真正的知己 不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女孩子 她缺少安全感 她觉得你啊 那么高富帅 今天你和我睡了 明天你可能和别人睡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把你当凯子了 哎 你今天跟我睡 给我消费你 然后呢 早上 拿个大超市 大商场 奢侈品店 扫通一通 扫的 说完了 这些明星们 心里都打底骨 我又得 演多少片子 他能转回来 所以呢 很长时间的 这些阳性 阳性们 尤其漂亮 年轻的时候 他不太敢找对象 因为找对象 怕他被当凯子 是不是 等到三十五六了 想找对象 据说找了一个不错的 是什么人呢 是什么人呢 不便说 然后呢 婚也结不了了 也就这意思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呢 哎 想玩一玩 想解决一些苦闷 想让自己身子骨好一点 怎么办呢 对吧 嫖娼吧 他还不像那个 那个吴亦凡 嫖娼妖女 他就普通嫖娼 钱也多不了 可是 他能赚多少钱 顶死了几个亿 几十个亿 可他一罚 然后这一起诉他 包括这些大的企业 找他要这个损失费 赔偿费 或者是违约金 那就了不对了 那估计 好 包括他拍的一些影视剧 估计也上不了了 是不是 那你这个片子 这个几个亿 就排杂里边了 你想想 我估计这些个 制片人们 或老板们 估计急得 都得闹出病了 这怎么办呢 可不可以 就是找你要钱吧 是吧 你把你之前吃起 你的钱都给我吐出来 你还回去 你说怎么办 要不是你也跑不了 你这 基本上李一方 算是亲家荡产了 一瓶煮喜 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啊 你该赔就赔 有多少钱赔多少钱 赔的那个 毛干爪净 然后呢 去该去哪 去哪 就回老家 干点别的吧 演艺圈的危机 公关 不等于颠倒黑白 在明星团队里 连公检法 权威都可以服侍 甚至在犯罪事实 确凿的情况下 仍然存在侥幸心理 认为一切呢 也有一个转环的余地 你说这些人呢 哎呀 目中无人的傲慢 认为自己能可以摆平一切的自信 你当这是写小作文啊 你当这是开故事会吗 你当这是演戏吗 你这个怎么干的 是吧 还有他的工作室 我说的工作室 还发什么律师函 许证 说白了 要举报那些个 或者起诉那些个造谣的 哎 还等到法官一看啊 警察警方一看这个没法再弄 说了 干脆就把这事给捅出来了 哎 捅出来以后呢 得哎 咱们前两年刚规定的 这个有劣迹行为的意义 这个演员是不可能再出现在 杨品上或者网络上 这个应该首选的谁就是吴亦凡 哎 他是第二个 而且更搞笑的是 他和吴亦凡拍过一个 哎 和这个冯小刚拍过一个片子 什么老炮啊 啊 冯裤子 哈哈 外号 得这俩人全进去了 你说冯小刚找这俩人 哎 两个痞子 应该讲不是他找的 是应该向资房找的人 冯小刚呢 只不过被动接受 找的俩人拍戏 他也是 他估计冯洋有自己的人选 但是没办法 人叫你就让那俩人 为什么这样 因为这个资金不是境内的 我个人理解 应该港澳台的 或者有境外的势力的资金 通过他们来演戏 来洗钱 这是才重要的 啊 还有恐吓大众 我觉得 这些人呢 哎呀 有今天 就是什么 目中无人 把我们这些个 普通老老姓 觉得好忽悠 你觉得那咱们官方 对吧 是一些个 那个 那个说法来 让你想象的那么弱智吗 也就指你弱智 啊 觉得玩一玩 没人知道 啊 赚那么多钱 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有很多的明星啊 有很多的明星啊 我觉得老演员是不错的 为什么不用他们的 你像那个 咱们之前说的亮剑 连那个演员 非常不错 演技在线 人家的道德品德也挺好的 李雪剑老是演的 陈道明老是演的 人家也没有什么 负面新闻 怎么 哎 就你们这些人这样呢 就是太年轻了啊 钻了法律的空白 想着自己啊 如何如何牛逼啊 现在呢 二十大也快临近了 我觉得啊 明年两会啊 应该会有 两 那个委员提携案子 我估计会有 委员提携的娱乐圈 这个混乱啊 应该管整理整理了 让他们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应该 应该处理的事情 不是说我们 要跟搞文革一样去 没事拿这个养印演员 说完了 掉铁打 不是 是你们的 钳制他们的舆论 恐吓他们 不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你们所作所为 实在是没法让大众接受 以后这样的人在犯罪啊 最佳一等 是吧 从中出发 估计啊 这种体验会在 明年年初提出来 而且最终呢 实施下了 因为娱乐圈的落下 已经到了那边发指的地步 对吧 济南时报呢 还报道了一个消息 我认为啊 更加触及到 这个问题的核心 谁给你们的勇气 认为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掩盖呢 是不是你们胆子真的大了呢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 时时刻刻的 不知道我们官方的态度呢 对吧 你们这些道德败坏 只有颜值 没有演技 而且经常坐肩放科的流量明星 以及背后推波助澜 进行包装的这些资本家 到底是一些什么玩意儿呢 是不是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应该在这方面 注意 应该演一些主旋律的片子 这些个 一些个 娱乐间的要失可而止 危险性太大 一来呢 这些人演技太差 知道吗 二来呢 他们拍了一些 根本主旋律没有关系的片子 甚至一些抗日的片子 让那些奶油小生拍的 根本就不值得 我觉得我们这抗日啊 看那个 开玩笑那是 是吧 二来呢 就是这些人道德败坏 他们自己啊 不定哪天呢 爆雷 就播不了了 而且影响我们整个的进度 我们现在啊 那个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快 而且呢 很多的外来的资金呢 在流向我们国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一些境外势力的资金的流向 我们一定要关注 到底他们去哪里了 啊 你像很多的 我记着 有一部片子啊 二十多底拍出来了 里边也没有什么小先生 全国人民一片赞誉 远远超乎了 大家的想象 就是一部扶贫的老片子 为什么能获得全国人民的一片赞誉呢 十年那个 这个片子我也看了很长 叫做山海情 非常棒 非常好 那里边那个人的演技 吊打的一些个所谓的明星 很多的年轻演员 实际上 他们也在个演技方面也不入工 可能也没好好学习 就靠着被这个漂亮的脸蛋呢 将去能获得一些好的这个收益 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这就说完了 那急功近利 那没有真才实学 也不懂 也不也不愿意在这方面下功夫 我认为他们的末日啊 就快到了 希望呢 通过脸蛋来 拨的一些投机性赚钱的一些流量明星们 你们可以死心了 死了这条心吧 你们将无缘国家 这个一些发展型的 一些那个影片了 还是回家种地吧 你像当年的陈佩茨 靠种地赚了30万 你们这些小鲜肉 回家种地 能挣多少钱呢 咱们拭目以待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